这个在湾区呢 冬天呢可以吃到的一道美菜就是萝卜 只要每年的这个十月份左右 你把萝卜种下去 然后经过一冬天的生长 这个萝卜就可以长得挺大的 而且呢萝卜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因为它长很多的枝叶 你可以随时的把它的叶子都掰掉 掰了以后炒菜吃非常好吃 然后呢你把叶子掰掉以后呢 萝卜就能够很好的生长 你看我种的这几颗萝卜 长得长是还挺喜人的 现在是1月2月2月5号 然后呢这些萝卜都可以开始吃了 我已经陆陆续续的把其中的一些都拔掉吃掉了 那么除了萝卜可以吃 我刚才说了这个萝卜叶子呢 也是冬天我们在湾区可以吃到的一道美菜 我刚刚呢把这些萝卜叶子呢 都把它都把它摘下来了 你看了摘了这么一堆萝卜叶子 摘了这些萝卜叶子 大家可千万不要把它扔掉 你知道吗 这个萝卜叶是可以吃的 而且它的吃法很多 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说 你把萝卜叶洗干净 然后用点肉身炒着吃 特别的好吃 很鲜美这个味道 今天是2月16号 然后我们要把我们摘的萝卜要收获了 收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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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有一颗菜给我把那个地方埋上 收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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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了 收获了 拔萝卜 拔萝卜 出来 那个长到大的都拔掉了 对 拔萝卜 帽 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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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快拉我 这两个人一块 那个大的真好 咱从来没长过这么大的萝卜 还真好 看看我们今天收获的萝卜 好喜人 第一次收获这么多萝卜 我最大 这是两个最大的 最紧的 关键是不仅是吃了这些萝卜 关键是一冬天都有萝卜叶吃 萝卜叶吃 对 萝卜叶 炒菜的花 对 萝卜叶的那个叶子 萝卜的叶 炒菜吃 好像特别鲜 先拔先炒 所以呢 我们强烈的推荐大家呢 在湾区的冬天呢 要种萝卜 既可以吃到美味的萝卜叶 也可以到了 开春的时候收获这个萝卜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谢谢